我今天就教一個東西 請翻到一百五十二頁 來 請同學把課本翻開 一百五十二頁 來 自己你要不要拍喔 他好像少一張 蛤 少一張 我再手一次 你再手一次 一百五十二頁 我們這堂課要介紹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這個筆記要麻煩同學插在課本上 好不好 插在課本上喔 如果 在區間 I sharp 我這裡的區間沒有特別去講 是B區間還是開區間 因為高中學這個東西 就是你知道的 沒有辦法講清楚 反正就是說在某一個區間上 數線上的某個區間上 有一個函數呢 它是可微分函數 那你幫我數一下 就是看一下這張哪一個 可微分函數叫做大F 可微分函數 有嗎 有嗎 好 OK 問你一下 什麼叫做可微分函數 你要不要講白話 我們給我聽 什麼叫可微分函數 比如說像都像是 每個地方都可以微分對不對 那就是可微分函數 就是說它在圖形上 在這個區間裡面 每個位置都可以找到切線 就大概是這種感覺 對不對 它可以微分 那多像是最好的代表 它有時候可以微一次 可以微兩次 你愛微幾次就微幾次 好 這個可微分函數 這個可微分函數 在我們高中裡面 被當成是 就是以多像式函數為主 滿足底下這個條件 這個條件很重要 大F' 會等於小F OK 這樣可以嗎 這個大F 它是一個可以微分的函數 我們現在對它做微分 微分之後 會得到它的什麼東西 它的導函數 對不對 這是它的導函數 產生接線血液的機器嘛 這個導函數 我們給它一個名字叫小F 這樣可以嗎 好 折 函數 可以把它寫上去 好 可以把它寫上去 然後寫在課本上 好 大F' 我們就稱為 來 來小F' 來小F' 炎函數 或者稱為叫圓函數 圓函數 或圓函數 這需要一點時間 讓同學寫在課本空白的地方 這樣可以嗎 我們這兩天會講出微積分裡面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微分跟積分是兩個相反的運算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在鋪梗 所謂的凡倒函數對不對 這段文章有一些細節 同學你一定要特別小心 來 首先 什麼地方呢 這個大F' 它本身是個可微分函數 這個沒有問題 這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對不對 就是說它每個地方都有切線 都可以做微分 這種感覺 它微分之後會變成小F 然後我們就說 這個大F 就是小F 在這個區間上的一個什麼東西 反導函數 或者稱為叫圓函數 不過這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它說大F是小F在這個區間上的 一個反導函數 你把一個這兩個字特別把它框起來 你知道這句話在說什麼嗎 我舉另外一個例子 我想想看喔 如果用 如果拿知名解開玩笑 知名解我會不會生氣 我會生氣嗎 還是不能開玩笑 好 學後的舉例喔 小明 小明 是 知名解的名字這樣寫的 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男朋友 小明 如果這樣講 你覺得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小明是知名的一個男朋友 男朋友就男朋友 為什麼要強調一個 你猜這什麼意思 你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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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男朋友 所以這邊要注意喔 他說 這個傢伙稱為Fx 在區間I上的 一個反導函數 這邊其實就在暗示你一件事情 反導函數有幾個 有無限多個 有無限多個 這樣可以嗎 好 有點搞不太清楚對不對 老師舉一個具體的例子 讓你感受一下 這邊來一個例題 這個例題你把它寫上去 這不會很難 來這邊有個例題 來這邊有個例題 s平方 的 反導函數 來請問 他是誰呢 來這個如果是個甜頭題 這一個你要寫什麼 來我等你喔 高中就開始會有多項式的反導函數 這句話翻譯一下好不好 什麼叫做s平方的反導函數 是什麼意思 我要求他的反導函數就是問說 誰微分之後會等於s平方 對不對 來寫上去啊 誰微分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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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是s平方 那我們現在來猜一下喔 反導函數就是這個意思嘛 求他的反導函數就是在問說 誰微分之後會是s平方 對不對 那我們來猜一下 誰微分之後會是s平方呢 你先看這邊 我們一開始合理的猜 應該是x的三四方 為什麼為什麼你會猜一次他呢 因為有一個人微分之後會變s平方 微分的法則告訴我們 次方拉下來次方怎麼樣 減1 3次方對x微分來告訴我 結果是多少 叫做3什麼 s平方 不太多耶 我只要s平方 可是這個傢伙微分是3s平方 這長得不太一樣啊 這裡有個三倍耶 那怎麼辦呢 這很簡單啊 就是他的 誰微分之後是s平方呢 這個時候你就想一下嘛 誰微分之後會等於s平方 我不要這個3 那你覺得這個地方要怎麼寫 我不要這個3喔 這裡有3 但是我希望他不要有3 很簡單啊 前面有一個什麼 3分之1 問題不就結束了嗎 對不對 就這麼簡單 來寫上去啊 對吧 這個傢伙微分 次方拉下來 次方減1 是不是就是他 3拉下來 乘上1 3分之1 欸 不就變成1了嗎 對不對 這樣就這麼簡單 好 那你說 老師那不是這樣嗎 s平方的反導函數 就是問說 誰微分之後會是s平方 那這題答案這邊就寫什麼 應該就寫這樣嘛 3分之1 x的幾次方 3次方 那不就是他了嗎 對不對 男朋友只有他 他會有別人嗎 來仔細看喔 我現在問你另外一個問題 來 所有人請看這邊 3分之1 x3次方 如果我加上一個常數 這個常數叫做 更號2 請問你 他的微分是誰 欸 請問你啊 3分之1x3次方 加更號2 如果我們現在對x做微分 會得到誰 1啊 會得到s平方喔 請問更號2是什麼數 更號2指的常數 常數的微分是誰 常數的微分是0 簡單來說 欸 3分之1x3次方加更號2 是不是他的一個反導函數 是啊 也是啊 因為他微分之後也是s平方啊 所以你看課本他寫得很妙 他說 他說這個傢伙只是他的一個反導函數 小明只是他的一個男朋友 他很多男朋友的 這樣你聽懂嗎 對不對 這只是其中一個而已 當然這邊不一定是更號2啦 你也可以放其他的常數 譬如說你要不要舉個例子 3分之1 x的三次方 找什麼常數都可以喔 來告訴我 加誰 你隨便給我一個數線上的時數 他幹嘛不理我 更號2也可以啊 譬如說 100可不可以 這個微分是不是也叫做s平方 對不對 那不管是這個更號2還是這個100 他都是這個常數而已 好 簡單來說 反導函數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family啊 母鴨 family 你知道嗎 他們是一群人啊 對不對 這一群人微分之後都是s平方 這是個family 這是個函數組啊 把它寫上去 由函數所構成的家族 這樣可以嗎 不是只有一個人啊 他們是一群人 你知道嗎 family的概念 family y 對不對 你要怎麼樣把這個family的每個成員都寫出來 三分之一s三次方 後面再加上某一個常數 考試我們一般怎麼解呢 我們會寫加什麼 加上c 這個c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是一個常數 反正常數的微分就是0 不是嗎 你要不了解我在講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用c嗎 你看大部分所有的參考 不要講參考 所有的原文書全部都用c 為什麼不用k 為什麼不用alpha 為什麼不用beta 代號那麼多 拼拼選c 因為常數的英文叫什麼 常數的英文 來你Google一下 你有沒有背過這個單字 常數的英文叫什麼 我猜是常數 c 開頭了 叫康什麼 錯靠 查一下啦 你看英文到底好不好 手機拿出來 那個查一下字兵 常數的英文叫什麼 c怎麼拼 c 你說他怎麼唸 我不會唸 我不會唸 你剛才唸concent 我嚇一跳 我想說這不是唸constant嗎 還要是我唸錯喔 好就constant 就是你知道 這是常數的意思 有可能說我自己唸錯 因為我英文其實不太好 ok 好 這樣了解嗎 他會這樣了解 我再講一次喔 因為微分跟積分是兩個相反的運算 微分跟積分是相反的運算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在做反微分 微分嘛 我們在做他相反的運算 在開始訓練同學做相反的微分 對不對 求他的反導函數 這樣會嗎 反導函數不是只有一個 他是一群人 我覺得這裡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靠本帳交很簡單 請看到152頁 綠色通框 用銀光筆畫起來 他有一個反導函數的原理 大家一起看喔 如果多項是大F跟大G 都是小F的反導函數 那麼大G跟大F的差別 一定是剛好差一個長數 你把這兩個反導函數相減 一定是一個長數 這個叫反導函數原理 有聽到嗎 兩個都是他男朋友 這兩個男朋友的差別是什麼 他們就是差了一個長數嘛 那個長數可能長得不一樣 對不對 這樣你聽懂他感覺嗎 這叫反導函數原理 我們來看一下 反導函數考試如果他有考你會怎麼考呢 請看到153頁 來 靠本帝153頁 好啦 要閉起來齁 153頁這個隨堂練習 給他兩個讚 這個隨堂練習 欸 等一下 我們期末考試 有講好要出什麼樣的贏呢 比如說是要Happy Jam還是 還是是要那種同歸於盡的 還是隨時 還是讓我開心 我想怎麼出就怎麼出那種 一起死 然後一起死 這好可怕喔 一起死 一起死的確定嗎 你知道同歸於盡嗎 平均餓死的那種 平均餓死的那種 你說死的 好啦 好啦 這太狠了吧 你不要自己想死 就把別人推下去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喔 他說大F是小F的一個反導函數 對不對 對吧 而且大F2等於4 求大F 你一定要注意這個題目 他這樣問喔 欸 反導函數是不是很多 對 但是他都給一個條件 讓你去鎖定他真實的長相 大F2等於4對不對 那是不是你就可以把它鎖定 到底他是哪一個 不然其實他是一個氛圍 對吧 好 我們把這個題目重新寫一遍喔 他的意思就是問說 有一個大F 來 看我這邊 他呢 微分後 你要會翻譯這句話喔 他微分後 會是小F 來 小F叫做誰 題目有沒有說 小F叫做3x平方 然後怎麼樣 減2x加1 對吧 是不是這樣子 又給你一個條件 大F2會等於4 就這樣子 然後請問大F是誰啊 對 你就是要找一個人嘛 他微分之後要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好 就你知道了 好 不過在我正式處理這個問題之前 我希望同學在旁邊寫一個t 來 你旁邊寫一個t喔 這個t一定要寫在課本上 當n不等於1的時候 來 x 的n 次方 的反導函數 來 會是誰呢 ok 把這個東西寫在課本空白的地方 我們考試不會超出這個範圍喔 來 我問你 誰微分之後會等於s n 次方 當n不等於 等一下 是n不等於1 還是n不等於1 我看一下 n不等於-1 對不起 我這邊寫錯了 我想說怎麼跟我想的有點不太一樣 當n不等於-1的時候 這個家伙的反導函數 就是問你說 誰微分之後會是s的n次方 來 你猜 它的結構是什麼 它一定是x的幾次方 n加1次方 然後前面再乘上一個什麼東西 n加1 對 n加1分之1 對吧 是不是這樣子 它的反導函數嘛 就是問說誰微分之後會等於s的n次方 你看嘛 微分嘛 次方拉下來次方-1 n加1拉下來跟這裡的n加1分之1 對不對 就上下都有 就消掉變成1嘛 對吧 可是同學考試可以這樣寫嗎 這樣寫對嗎 你要注意喔 反導函數是一個分為理喔 後面還要再加上什麼東西 加上一個常數 你可以寫中文 或者你寫c 也沒有關係 再加上一個常數 反正常數的微分都是0 對吧 所以你要注意 反導函數是一個family 是一群人 不是只有一個 它是很多個 好不好 是很多個 好 然後就有同學問說 老師為什麼 這個n啊 不能等於-1 來你看喔 如果n等於-1 這裡帶進去 會發生什麼事情 分母是0 分母可以是0嗎 不可以 那你就會想說 那如果n等於-1 請問誰微分之後 會等於x的-1次方 s的-1次方就是誰 s分之1 誰微分之後會等於他 這就不是我們高中要談的問題了 這要到大學微積分 他才會正式去定義這個傢伙 好不好 那這個高中當然是不談 考試他也不會出現 好不好 這簡單的跟你說一下 所以我們這個概念 必須建立在n不等於-1的情況底下 對吧 知道我的意思嗎 懂不懂 大概就這樣喔 我們這個題目很簡單 大f微分之後是他 所以我們來猜一下我們大f的長相是誰 我們大f的長相一定是這樣 這裡有一個3 對不對 來 s平方的反導函數是誰 3分之1x的幾次方 3次方 對不對 就這樣子啊 n加1分之1 再乘上x的n加1次方 然後這裡減掉2 好 請問你 x的反導函數是誰 叫做什麼東西 欸 x的反導函數啊 就是2分之1的什麼東西 s平方啊 對不對 就是其實高中 我們就是猜測他的長相 好就猜一下 這樣可以喔 最後再加上1 欸 請問誰的微分會是1 會是誰 當然是x啊 對吧 可是請你不要忘記喔 他微分之後如果要變成他對不對 後面還要再加上什麼東西 加上某一個長數 這個長數是誰 我不知道喔 這個長數他是誰都可以對不對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誰 他是一個分文 對吧 好我們看看 這個整理一下 這個是誰呢 3乘以1分之1 所以這裡是x的3次方 -2乘以1分之1 所以這邊是減掉s平方 再加x 再加c 好寫到這邊 有沒有問題 通常我會寫到這邊 你知道我會做什麼事嗎 我會微微看啊 看這個傢伙微分是不是他 如果他微分不是他 那就代表我看錯了對不對 欸 3次方微分是不是3s平方 -s平方對s微分是不是叫-s 對 s的微分是不是1 長數的微分是不是0 沒有錯 我寫的一點都沒有錯 完全正確 對吧 可是我要怎麼把這個c算出來 你說 欸我們這個考試應該一定都會考的 這個c怎麼算 f of 2 f of 2等於4嘛 我多了一個條件 讓你去鎖定那個c 對不對 好 請看這邊 f of 2等於4 大f of 2 就帶進去嘛 2的三次方 -2的平方 加2 再加c 會等於4 2的三次方是誰 你說 這是8 減掉2的平方 所以減4 加2 再加c 等於4 欸你馬上可以看出來你的c是多少 嗯 再看不出來嗎 c是-2啊 所以你的c算出來是-2啊 對啦 你懂這感覺嗎 他有很多男朋友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說 我要找最帥的哪一個 就把最帥那個跳錯也就是一個嘛 你懂嗎 都給你一個條件 就把它鎖定住了 好 那這一題的答案就很簡單 這一題的答案就是 你最後寫在考驗上的答案應該要長這樣 大f 叫做s3次方 減s0方 加x 然後再怎麼樣 減2 OK 最後寫在考驗上的答案必須是這一個喔 好 好 今天的進度大概就是到這邊 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問題 欸 環島盤錯很重要的喔 因為圍分跟積分是相滿的運算 在我們明後天的課程 會讓同學知道這件事情 好不好 所以我們先做個簡單的訓練 這個key一定要寫上去喔 這樣好不好 都像是函數來講 你要找它的反導函數 就是這樣寫 但是這樣寫要建立在n不檔為-1 因為n檔為-1 帶進去這裡分母是0 對不對 愛說是n等於-1 像以前就有學員都會常問說 n等於-1 那就是s的-1次方 也就是s分之1 對不對 那它的反導函數是誰 它的反導函數高中沒有教 因為這超過高中數學的範圍 誰微分之後會是他 你現在肯定是不知道的 好不好 好 就先這樣吧 來 我們現在來看複習的部分 好嗎 把你的q-type魔法拿出來喔 我們班上次講到哪一題 該不會都講完了吧 欸欸 講到哪一題啊 快點 我們還是要考學測的啊 第幾回你說 第九回第十一題 第九回第幾題 十一題 第十一題的 什麼東西 標準差 要講標準差是不是 要講標準差 那不就是要看第三個選項了嗎 對 好 第三個選項 請同學看我這邊喔 這裡幫你複習幾個專業名詞喔 第一個專業名詞叫什麼呢 叫做離差平方合 來寫上去喔 離差平方合 有沒有聽過離差平方合 離差平方合是什麼東西 如果用高三學生可以理解的符號來寫 它是Sigma I從1到哪裡 N SI 減掉μ 的平方 來看我這邊 學測他不會出現Sigma 因為Sigma這個符號是高三才學 離差就是把每一筆資料減掉平均 對不對 這叫離差 平方 通通加起來 對吧 高一我們怎麼去呈現這個概念 來看我這邊 高一這個東西 如果你把它解壓說 它叫做誰 叫做S1減什麼 S1減μ的平方 加上S2減μ的平方 再加點點點 加到最後一筆資料 叫做SN減掉μ的平方 這叫離差平方合 離差平方合 請問同學喔 如果我把離差平方合 如果我把離差平方合 SigmaI從1到N Si減掉μ的平方 離差平方合除以N 請問你這個叫什麼東西 把這些東西 把這些東西啊 除以N 這個叫什麼 這叫什麼數 這叫變異數喔 這樣可以嗎 然後如果把離差平方合除以N 然後再開什麼號 再開更號 這個叫什麼差 這叫標準差 你還要不要寫一下 I從1到N Si點μ平方 除以N 我剛才是不是聽到有什麼尖叫的聲音 我都不知道要不要報警 叫成這樣 你這邊一定要特別小心注意一件事情 你不能只是會算 請問你喔 不管是變異數還是標準差 它這個統計量到底拿來幹什麼用 就是說這個東西算錯也要幹什麼 它是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能做什麼事 你說 其實你要算這個東西 有時候你就Excel對不對 就拉個表 然後按一下 點一下就有答案了嘛 但重點是 你要去解讀這個 公式它本身代表的含義是什麼 解讀才是最重要的 那個算其實是幾次而已嘛 來問蔡聰明好了 標準差是衡量數據的什麼東西 就是這個標準差能幹嗎 極度集中 對對對 衡量數據的集中程度 寫在旁邊 它可以幫助你去判斷 數據的集中程度 標準差如果越大 代表數據越怎麼樣 分散 標準它如果越小代表數據越集中 我可以問為什麼嗎 我很喜歡問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就有一個公式 然後可以算出一個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它可以表示 資料的集中程度這樣子 先問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要把每一筆資料解掉平均數 為什麼 趕快報警 他到底是什麼 這邊 2 3 4 算了不要畫圖 我直接寫數據 來同學問你 如果無比數據 2 3 4 5 6 請問你他們的平均數是什麼 平均數是不是4 對吧 我現在寫另外一個 叫做0 2 4 6 8 來 請問你這個平均是多少 還是4 還是4 指標有很多 每一個指標都有它的優缺點 請問你2 3 4 5 6跟0 2 4 6 8 誰比較集中誰比較分散 上面集中啊 下面分散對不對 所以你直觀上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只要我的數據離平均數越遠的話 感覺這個整體來講就會有比較分散的趨勢 對不對 聽懂他感覺嗎 所以這裡就是為什麼他要把每一筆數據都減掉平均數 他要看每個數據跟平均數到底有多遠 可是平均之後來你猜為什麼他要平方 為什麼 為什麼要平方 因為 等一下你再說一次 為什麼要平方 為什麼要讓他變正了 因為如果你不平方的話 你把每一筆資料減掉平均數 有些是正有些是負 最後加起來會剛好等多少 剛好等的是0 你不就看不出來他們分散的程度嗎 可是你不想要有那種正負抵消的情況 你大概數學上有幾個選擇 一種選擇是平方 另外一種選擇來你猜有人以前主張可以加什麼值 加絕對值 有人說來這個叫S1-μ的絕對值 你覺得好不好 其實不錯 加絕對值這個想法應該是不錯 可是絕對值這個東西在早期的數學裡面 是屬於一個比較不容易處理的項目 如果是現在的數學啊 你可以透過電腦去處理它對不對 可是在早期的數學的結構裡面 絕對值這個東西是不太好處理的 但是跟絕對值有類似效果的是什麼東西 平方 平方是不是負的也會變正 對不對 好那我問你喔 平方的缺點是什麼 平方跟絕對值來比 平方的缺點是什麼 譬如說我問你 2跟4之間本來差距是多少 2 你把它平方之後 這個變成什麼東西 A 這個差 就是說平方這個動作會讓你的差距怎麼樣 就是變大或者變小對不對 就是會有一個伸縮的效果在裡面 你聽懂嗎 本來是X2嘛 我如果把它平方是不是變成4 對不對 就是你知道的那個會 會跑掉 好 我解釋一下這公式喔 然後請問你為什麼要處理N 我把它講完喔 為什麼要處理N 可不可以不要處理N 它要算平均每一筆資料的離散神度 這個N會影響我們的離差平方 因為有可能是這樣的情況 來你看喔 這裡有好多數據 他們非常集中 但是這裡的數據有幾筆 有100筆 對不對 然後這裡這些數據非常的分散 但是他們只有三筆 簡單的來說 幾少成多嘛 對不對 雖然他們都離平均數很近 但是因為它數量太多的加起來 也有可能會很大 所以你要去算平均每一筆資料的離散程度 要處理這個N啊 要把這個平均的情況把它考慮進去嘛 處理N算很合理的 來最後我問你啊 為什麼要開更號 來我要下課囉 我把這個講完 我們下次再來算喔 算這個很簡單 來問你為什麼要開更號 因為你前面有做了一個動作 做什麼動作 你前面有做平方這個動作 那最後這個開更號 只是把你平方所造成的那個誤差 稍微做個修正嘛 對不對 你平方之後然後最後再開個更號 把那個誤差再把它修正回來 稍微修正一下 這樣聽不聽得懂 好 高中生大概是這樣 簡單來說 標準差 就是用來衡量數據的集中程度 好 謝謝各位同學 這點給謝謝 大家辛苦了 好